好 接下来看是顺转严寒 中国大陆在上周接近周末的时候 一波冷空气让南方已经大范围的降温 星期一上海金山区最低温不过3.1度 而重庆的高海拔地区今年迎来了首场降雪 气温也是大减 中国大陆的呼吸道疾病进入了高发期 特别是肺炎支援体的病毒 台湾叫做梅浆菌的感染 现在不但是广泛而且低龄化 因此儿科医院可以说是急爆了 中国的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特别提醒大家 这一波新冠感染的高峰 在近几个月就会出现 大衣外套穿上身 围巾也不能少 上周大陆一波强冷空气 不只让华北黄淮等地加速入冬 大陆南方温度骤降 13号上海徐家会站测得最低温6.4度 而金山区最低温才3.1度 周四开始又会受到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 可能会有点小雨 这个最高气候在14度左右 昨天几个郊区都发布了这个 我们今年下半年第一个寒潮蓝色预警信号 我们冬天其实还没有真正进入了 所以后面的寒潮天气应该说还是会比较频繁 一下子天气突然变冷 人都需要适应 车子也是 上海金山区不少车子冻僵出现故障 电瓶到冬天就是需要检测一下电瓶寿命 一般使用年线大概是4年左右 然后就是轮胎 轮胎的胎压到冬天可能需要调整一下 然后就是轮胎老化要检查一下 低温本来车子就容易故障 新能源汽车更要注意电池续航力问题 而在重庆城口高海拔地区 因为这波冷空气迎来今年冬天的首场降雪 青海也下起雨雪 湖南的张家界天门山出现雾松景观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雾松觉得很漂亮 雾松很漂亮 就是奇景嘛 可遇而不可求 每年的11月中夏旬开始 在张家界天门山就有机会观赏到雾松 吸引一波观光潮 另外大陆东北冰雪经济即将展开 吉林的滑雪场正加紧奏雪 更新设备下周就要开门迎客 今年的预售情况也特别好 截止到目前已经预售到了1.5个月 后组呢我们也会增加雪记的一些活动来增加那客人的体验 大陆中央气象台在11月初时才发布境内53个气象站破10月下旬最高气温历史极致 几天时间天气转冷大陆进入呼吸道疾病高发季 肺炎支援体是我国社区获得因肺炎的一个重要病原体之一 每年秋冬季高发 儿童和其青少年一感 我愿呢近期的这个支援体核酸检测检出力是 成人是5.59% 儿童是43.34% 呼吸道疾病当中肺炎支援体病毒 台湾称作梅江菌感染呈现低零化 北京上海的儿科门症近期涌入不少小病患 差不多是两周前吧 外里都差不多都是一直在咳嗽 发烧就是两天 剪下来然后就一直咳嗽 一直咳嗽 然后就是咳嗽的挺狠的 就发烧了 发烧有几天了 就刚刚今天 今天刚刚 对但是现在说是什么资源体发烧的人很多 我就来看一下 感染肺炎支援体病毒发烧后狂咳 尽管医师提醒不应该自行给患病儿童服药 但北京的各大药局近期治疗呼吸道相关药品销量明显增加 像是10月北京地区的阿奇梅素 日均销量比9月增长超过1.5倍 11月后奥斯塔维克流感 日均销量增长超过1.6倍 除了呼吸道疾病 新冠病毒也得小心 中国工程院院士 钟南山就预测 下一波确诊高峰 在近几个月将出现 包括我们广东大湾区都要注意 有个小高峰 但是这个新发的一些新的变异株呢 它的传染性可能也是很高 但是变化不会很大 但是它对疫苗逃逸作用有所增强 大陆疾控中心公布 10月大陆新增了209例新冠重症 另外有24例死亡 季节变换时刻 气温变化 疾病风险随之提升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